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世界经济扶苏发展等方面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双方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一样 难免存在一些竞争 但用竞争来定义 或主导中美关系 则是完全错误的 这只会导致对抗冲突 即使竞争也应该是良性的 以相互提高共同进步 而不是搞你输我赢 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 所以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 行封闭排华 遏制打压中国之时 美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 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 客观理性 看待中国 看待中国的发展 采取积极的对话政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 管框分歧 聚焦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 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 向前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